今天呢很遗憾要跟各位宣布台东县 台东县今天有两位相亲确诊 那我分别说明这两位确诊的案例 案号5468 是我们台东县金风乡男性 5月19号开始出现症状 23号的晚上发烧送医裁减 这位金风乡民没有县外旅游室 最近哦最近没有县外旅游室 但却与我们北部的个案 确诊个案3419 一起参加5月15号 在泰玛里林家小馆的喜宴 目前六位可能的感染源头 案3419 经打电话确认其确诊后 自22日起即没有外出 此案以匡列五人居家隔离 其余还在疫调中 那我们在这里也请各位注意 那向后之后我们会再继续做相关的说明 那我们先进到第二个确诊个案 第二个确诊个案 5469 是在北部工作的成功证女性 5月22全程戴口罩 搭乘泰鲁阁432车次 由家人从玉里接回成功证家中 此后均在家中没有外出的记录 三餐由家人代为购买 24号发烧 转诊后确认 此案匡列两人居家隔离中 以上的资讯我们还是要以 CDC最后的公布为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